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5月21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疫情的最新發展 因為是一個壞消息 Omicron的新變異病毒株正式殺入香港社區 佳恩日前那對夫婦加入沙基灣也不自知的情況下 將新變種病毒株的分支都可以說是帶入香港社區 究竟最新情況如何 是否第六波疫情即將引爆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另一邊雙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但願香港能夠避開這個第六波疫情爆發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疑似酒店檢疫重招 夫婦到訪多間食肆 Omicron心變異珠殺入香港社區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本港首次在社區發現傳染力較高的 Omicron BA.212.1變異珠 一對美國底港的夫婦 完成檢疫過後 在社區驗出大約BA.212.1 他們在檢疫期間所住的蘭桂坊 酒店 Ad.9餘坊 是疑似出現垂直傳播 兩人曾到訪至少11間食肆和場所 防護中心不排除 這款變異病毒株已在社區傳播 政府專家顧問員國勇認為 市民只要打足疫苗就不用擔心 又指所有外防輸入措施都一定九手必殺 長遠預防方法是接種疫苗 那對夫婦在今月3日由美國三藩市抵港 之後入住蘭桂坊酒店 Ad.9餘坊 檢疫到今月10日 不過妻子回到家的第二天發病 抵港第12日的樣本呈陽性 病毒量是高的 相信不是復養個案 而丈夫就沒有病徵 病毒量低 夫婦加著哨機患 完成檢疫過後 曾到訪住所附近多間食肆 包括新東城大廈大家樂 太古城麥當勞等等 會列入強制檢測名單 酒店後樓梯煙通效應 亦有發生當中 衛生防護中心調查後發現 夫婦在酒店檢疫期間 同一間酒店同一座向的房間 有一對來自尼博爾的父子染疫 說父子在今月7日抵港 分別在抵港過後的第4日和第5日確診 而且上述的父子和夫婦的病毒基因排序一致 袁國勇就去了蘭桂坊酒店 顧久餘坊 試測過後表示 染疫夫婦和父子分別住在33樓和32樓的04室 酒店後樓梯的通風管倒槽是鎮壓 空氣有力地湧出來 相信出現煙通效應 下方的熱空氣到32樓或33樓無謂走 如果相關的樓層有患者的口水或糞便經渠管走出 大病毒的空氣可以從後樓梯經走廊湧入房間 但暫時未能肯定是向上或向下傳播 袁國勇指酒店的住客都已經打了針 所以不用撤離但都需要接受檢測 就著BA.2.1.2.1首次流入香港社區 他認為市民只要最少打了三針科興或兩針伏必泰疫苗 就不必太擔心 因為可以對BA.2.1.2.1產生某程度的保護 估計不會引起大規模傳播 政府可以繼續放寬社交措施 雖然不排除新增國安會上升 但預計不會出現很多重症和死亡國安 被問到取消航班抵港熔斷機制的建議 會否加大漏洞 袁國勇重申外防輸入措施九首必失 長遠預防方法是接種疫苗 本港昨天新增243宗確診國安 至於其他感染群組 上環西區電訊大廈雲斯 再多10名學生和兩位職員檢疫 累計有17宗國安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亦是專家袁國勇就著 首次有變異病毒株分支 入到香港社區的最新回應 大家知道變異病毒株雖然是Omicron 亦意味著跟我們以往香港流行的新變種病毒有些不同 不知道會否引爆第六波疫情 既日礦者說這個情況有點似曾相識 就是在第五波爆發前 就是那個檢疫酒店酒樓個案 巴基斯坦府自己不知道自己重招回到社區 感染她的丈夫其後引爆了葵聰川事件 但願這次並非將那個場景變成沙基灣 令人擔心 但袁國勇就說暫時不用擔心 若然有打疫苗等等的情況下 估計不會有大規模爆發 看來也要看看這幾天的狀況 不過據了解就算是局長也好 也有些已經預定第六波會有機會發生 根據星島日報另一則報導 陳肇始局長就說不排除爆發第六波疫情 呼籲市民減少不戴口罩的活動 報導的內文是錦架本港 近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維持在三位數水平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 據第五波疫情社區感染人數 新冠疫苗接種率、死亡和重症數字等因素 估計社區已足起自然免疫平障 不過他指社交距離措施陸續放寬 但不排除會出現第六波疫情 形容會有些反彈和小型波動 呼籲市民不能調而輕心 並減少不戴口罩的活動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 尤其是住在沙基灣的朋友 因為日前這對夫婦在不自知的情況下 去了超過多達11個地方 有食肆、有場所 結果這麼多地方都被納入強制檢測 各位沙基灣網友多加小心 另邊相同各位網友跟進一下社區新聞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一個的士大哥在牛頭角遭到鐵線拋頸 駕駛期間反抗 79歲的疑犯是跌出車外受傷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一名49歲的的士司機凌晨在牛頭角採榮里 懷疑被一名79歲的男乘客以鐵線拋頸 的士大哥在掙扎期間開車 該名的乘客由的士上跌出受傷 及後被港幣的警員拘捕 警方凌晨4時03分接獲的士大哥報案過後到場 在這位79歲的乘客的斜背袋裡檢獲100刀 經初步調查乘客涉嫌傷人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這宗社區新聞相當厲害 重點在於年齡 這位疑犯79歲 即是用鐵線拋住49歲的的士司機的頸 最後傷傷都受傷 因為他掉了出的士以外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 未知那個來龍去脈 另一則新聞根據HK01的報導 有關公務員加薪 業樓狠批被風險沒有承擔 所指是高官 就說高官不太可能餘數加薪超過7%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 近日出爐的薪酬趨勢調查初步 結果顯示 高層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是7.26% 有待特首和行會作最終決定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形容結果令人震驚 目前失業率高企 相信社會不能接受 估計高級公務員最終不太可能加薪超過7% 葉劉就說高級公務員都未必能加薪超過7% 既然礦仔說我們的老人家掌薪也沒有加薪超過7% 那那些高官怎能加薪超過這麼多 看來社會的反彈相當大 這件事仍在討論中 儘管現在行會將會有指標來討論7.26% 但其實公務員也有分高中低 中和低就是最前線最拼命做事那些 反而加薪沒有高官那麼高 而高官加薪的薪 我們的問題就是老人家也沒有加那麼多 今年的獎新章 到現在獎新章加起來也不過4000元 有時福利和資源就是這樣分配 即是錯配 各位網友有點看不妨留個言講一講 我是礦仔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